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花给我的颜色好大 真香 今天我们就要用我们的嗅觉 吃起来讲各种不错的味道 出花 甜甜的 香香的 臭臭的 酸酸的 各种不同的气味就飘散在我们的四周 虽然看不到也摸不着 但是气味就像是透明的颜料 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惊喜 现在就让我们把鼻孔张大 深呼吸一口气 好香喔 闻闻大自然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气味吧 大哥 救命 有人在吃我的裤子耶 你吃肉了 你吃肉了 你那边好热闻 有人敲门了 后面的人不要推好不好 那大哥你知道 小羊出生的时候会叫什么叫吗 很可爱 像我们小baby叫声一样 怎么叫 像小baby在哭的声音耶 肚子饿怎么叫 不是这样是饿法 它是 你听这声音就很像 他肚子在找土人 咬到肉 长大叫肚子饿的话 是群起的声音 我们要三个一起叫 原来山羊他们闻气味的嗅觉很灵敏 又爱干净 所以只要草不小心掉在地上 沾到了土 他们一闻就不想吃咯 为什么大哥好 他们一直吃我啊 你叫草莓啊 对啊 因为羊来了 草就没了啊 我告诉你 它上耳是没有牙齿的 真的 下面才有牙齿的 为什么 所以你说它怎么咬你呢 切菜要有菜刀跟砧板 对不对 对 羊妹的牙齿就像刀子一样锐利 砧板就像这个纸垫 它可以把草就切断了 所以它上耳没有牙齿 依然可以咬草 羊为什么身上 好像都有一股羊味道 基本上他们也要教女朋友们 就像我们男生要教女朋友 一样要穿漂亮的衣服 然后也会喷一点点香水嘛 然后它的香水是来自 它身体散发出来的香水 那整个对牙羊就很有吸引力 牙羊就特别喜欢这个公养 原来羊妹妹身上的味道 竟然是吸引异性的香水味啊 香蕉草莓 我还有一个问题耶 为什么连羊妹妹的奶奶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呢 对 我们刚刚提下来的 易兮兮的奶奶哦 羊妈妈要有普遇小羊妹妹 她要把最好的留给宝贝 所以她要把血液哦 流量大约400cc 经过她的乳房 乳房里面像工厂有工人 会把最营养最营养的东西 截取出来 变成易兮兮的奶奶 我这里就有新鲜的羊乳哦 这是杀菌过的鲜羊乳 谢谢 新鲜的羊奶喝起来好香好纯哦 不过大哥 我想要问为什么我们之前吃的 喝的一些羊奶它都会有一种味道啊 因为羊奶就像一块 吸味道的海绵哦 没有马上被冰起来或关起来的时候 它会把其他的味道都吸进去了 解开了羊妹妹的味道之谜 接下来我们来到桃园龙潭 这里有一种能让身体变干净的味道哦 让我来闻一下啊 哎呦 怎么那么臭啊 大姐 哎呦 这是什么味道啊 这边怎么臭臭的啊 你在做什么啊 这是明星草 我们看 很清香的 就是它 就是它啊 是不是很重 对 味道好重哦 大姐 那你为什么要采这种草啊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最有名的料理啊 可以晒干过后来蹲鸡它 在杀死期间它是一个抗煞小英雄 很多人熬这个水来喝 就是为了抗煞 就是为了抗煞 可以吃吃看啊 可以吃 真的 我可以吃看看 真的吃 你好像觉得很好吃耶 很好吃的吗 你现在嘴巴有鱼的味道吗 有耶 你嘴巴有鱼的味道 真的是太特别了 这种带有鱼腥味的草 虽然味道不太好闻 不过只要把它晒干煮成青草汁之后 不但不会臭臭的 还有让身体变干净的魔力 香蕉 草莓 你们太不认真了 还没有了解完如何编出干净的味道 怎么就被田里面红红的田桶给吸引走了 请问一下哦 这边有一个像很可爱的红球 这个是什么啊 这叫做红球浆 它是浆的一种 其实它实用的话是在浆的下面 那我就带你来挖宝 挖宝耶 真的啊 你看 哪里 香蕉 你看 我帮你带来了最新鲜的姜 这跟一般的姜一样 可以用来炒菜吗 这不行 不行 这个是 它是姜蕉 但是它是来做过敏的克星 可以熬它的水来喝 我刚好很容易过敏 真的 来试试看有没有效 怎么样 怎么会那么僵啊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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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姐太大口了 你的嘴巴里面都有一些土耶 你是不是没有擦干净啊 草莓 你是不是早餐没吃饱啊 土没剥干净就急着塞进嘴巴里面 还好啊 这个原子里的植物 很多都是用来做肥皂的药草 香蕉种长得很可爱的红球浆 只要把它磨成汁 也会变成让人变干净的味道喔 搅拌成这个差不多有点 差不多有点浓稠了 我们加上我们的羽芯草汁了 好 颜色有点变了 有 好期待喔 不知道做好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大一片 这么大一片 我不知道要从哪边开始洗才好 我们有小块的 有小块的 反而变成香香的 没有臭味 你闻看看 好 淡淡的香味 淡淡的气息要觉得好棒喔 濕搓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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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觉得这样洗了以后 双手变得好滋润喔 是不是闪亮亮的 好啦好啦 换你洗洗看 泡泡很细喔 所以这就是让人家对劲的 味道 哇 原来就是这个 我变干净 那你继续加油啊 变干净了耶 好 草莓你继续加油 我来加碱 原来啊 当油遇上了碱 就会产生神奇的化学作用 变成去除脏污的肥皂 这个时候只要再加入药草和精油 肥皂就会香香的 还能保护皮肤喔 是说大姐啊 你怎么带香蕉草莓采树枝吃树叶啊 醋味好重 真是 醋尽十足啊 好酸喔 我现在这个口水都已经一直分泌出来 这个松叶放下去 最起码要半年以上才可以喝 才有办法把那个五月葱的营养 给萃取出来 营养都跑到醋里面了 趕快来试喝看看 哇 这里有好多触境喔 香哥 你赶快看啊 好啊 你站太远了吧 我有看到了 这样就好酸喔 你真的没有看到 可以喝了 一点点就好了 好好好 来 一点点 干杯啊 为了健康着想 这比你吗 我真的觉得我是眼壳真的很酸 自己来喝看看 好酸啊 香蕉你真的是怕酸第一名 不过酸酸的醋 加上一束就这么浆浆好 五根树叶的五叶松泡在一起 就会让人更有活力 铁丸这种会让人全身发抖的酸味 接下来让人很开心的甜味 吸引我们来到了 桃园巴德的巧克力王国 一起来找找看巧克力的蒸面目吧 哇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还要密码索耶 而且不近深沿耶 里面一定有保障 然后进来就穿到 这里为什么里面的温度比较高啊 因为我们这里面主要就是 种植可可树的地方 那可可树一般就是生产在我们 非洲或中南美洲的地方嘛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温度呢 那也是要控制在下次非洲 中南美洲它们那边必发的 必发 中南美洲热情的国家 呼呼呼呼 真的吗 好可 可是我最喜欢这巧克力的 我都不知道原料 那个可可到底长什么样子 可可树就是叶子成 椭圆扁长形状的这个食物 那这是什么啊 是木瓜吗 它的果实 可可果 好像大颗的杏仁喔 里面的结构就像是世家一样 里面有果肉 有像果子 就是它的可可树 所以里面是像这样 一颗一颗的 然后这个里面的籽 然后是用这个来做巧克力的原料 香蕉 你知道巧克力加香蕉 会变成很好吃的 香蕉巧克力之外 巧克力和香蕉也是好朋友喔 原来可可树很怕太阳 所以农人就会多种几棵香蕉树 把香蕉大大的叶子 当作洋伞替可可树挡太阳喔 香蕉草莓 人呢 是不是偷偷跑去吃甜香的 巧克力不找我啦 哇 怎么好意思 一开始就给我们这么大块的巧克力 吃起来一定很过瘾 还有饼干跟热的巧克力 准备开刀 稍等 这个不是拿来喝的 这个不是喝的 不然这是要做什么 它有神奇的功用它是胶水 胶水 我们先拿一个棉花糖起来 棉花糖 然后沾一点点巧克力 沾一点巧克力 等一下就会有个 捏出的东西发生 你看 是不是很神奇 黏上去了 不知道会不会跟 不会耶 我等一下 巧克力浇水果然妙用无穷 你们看 五彩缤纷的巧克力米 棉花糖和水果糖 都被牢牢地黏在一起 变成好吃又好玩的巧克力点心了 巧克力的本事不止这招喔 它还可以变成颜料喔 想不到吧 现在就示范压压压给你看 压压 你今天淋上去喔 好气喔 好了 好了 这么快 那你在干的同时 我们来看看草莓 它要做什么呢 草莓 我要来做一个草莓徽章 徽章 对 所以要需要大量的巧克力 好 OK 拿一个竹签 有吗 你真的很狂犯 我想说你这边有事的吃 草莓不简单喔 在香蕉的捣乱之下 还能完成那么可爱的草莓徽章 这下压力回到了 自称天才小厨师的香蕉这边啦 看它使尽全力 果然也创作了一只 超级可爱的巧克力恐龙耶 好玩的还不止这些喔 这里还有很多巧克力的互动游戏 和巧克力的有趣故事喔 刚才你们看到像杏仁核桃一样 大小的可可豆 对的 它在以前可以拿来当货币买卖使用喔 两颗可可豆就可以买到一个南瓜 十颗换一只兔子 对 十颗换一只兔子 一百颗换一个人 对 换一个人回去 换你们做牛做牛 南瓜姐姐你两颗就可以了 对 我两颗就买得到我回去 那你看看我有什么 跟她有什么不一样 我是一百颗豆子 香蕉草莓 接下来就是品尝最甜 最香 最好吃的巧克力时间了 我也好想吃喔 香蕉巧克力耶 而且是冰棒吗 对的 杏仁姐 好像美味 一整根香蕉耶 太豪气了吧 你要帮我一下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你们两个肚子里塞满了 甜甜的巧克力 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吧 我们来到桃园杨梅的 超人训练场 找一种健康的味道去 要找这位就得先找教练 要找教练可得往上找 好 你看 那边有一个人在攀岩走壁耶 真的耶 他好像会轻功一样耶 这么厉害 太神奇了 怎么厉害 佩服佩服啊 教练 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这样飞岩走壁 好像会轻功一样啊 要这样攀岩 要先学会跌倒 跌倒 跌倒太简单了 我一天到晚都把在跌倒 是不是像这样 跌倒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这边有软垫 那我们跳下来 站的时候 下来的时候不要这样站 下来的时候要 下去的时候 让身体往后倒 看我 看吧 跌倒也要很有技巧的 另外要跟教练一样 吸在墙上 可得要穿上有点紧的鞋子 你们两个忍耐一下 用力塞哈 等一下就可以跟壁虎一样 黏在墙上咯 好了 我要来找你了 好 香哥 你爬好高哦 没有 我的 你就这么高 好费力哦 手都花好多力气了 我要下来了 这样手好痠 就因为你爬的时候 用太多手的力量 爬的时候 手呢 hold住之后要伸直 你伸直之后呢 蹲下来 如果要爬高的话 脚站上去 站上来 手握好之后 身体站上去 像踩楼梯一样踩 要上去 你如果脚没有踩 用手去拉 去拉 更锐利 去拉 很累很累 这样 把手要伸直了 香蕉草莓 光听不动是没有用的 那现在就来验修一下咯 香蕉对啦 就是这样往上踩 不错不错 草莓 换你啦 我碰到她的 你好厉害哦 来 慢慢下来哦 我的脚啊 你好厉害哦 太厉害了 刚才有一基本的课程 等一下要进到那个进阶的部分 比如说 荆棘独立啊 荆棘独立 荆棘独立 因为我们一只脚踩在这边 手可以放开 就可以休息了 还有呢 还有 还有旗子很飘飘 飘飘 这边 我用我的脚像是旗子一样 摆来摆去 这个脚是旗子 对 马上拍来拍去 可以在后面 还可以在前面 好 我就可以做平衡 还有就是 不能开门 不能开门 开门 我在这边爬这个斜的地方的时候 我开门的时候 手放开就掉下来 我懂了 就像我们如果同手同脚 不知道在上面的话 就会像门伸 然后门就会这样子 然后就容易掉下来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门一开就掉下来 这个真的 你一讲我就都会了 好 那我来心机独立 心机独立 好了 好 我手打开了 好 怎么会这样 香蕉 你的功夫还差得远了 你们还是要从基本的开始练 横移 踩楼梯 手握抓的基本功 都要好好练扎实才能 你们要比赛啊 开始 好厉害 很快耶你 摸 步一次 好 换我 开始 小心喔 好平棒 香蕉 用身高取胜 好像有点偷吃步吧 不过草莓不用气馁 接下来这一关 就要让香蕉吱吱叫喽 看我穿成这样 就知道我们要先来冒险了 我们现在要开始垂降 教练 你是说我们要投给你 这么高的电视吗 这么高 最高这个人无法承受那么高的高度 这样安全吗 安全 我们只要有这个八字环 安全扩环 安全扩环 然后靠这个绳索下去 对 然后再把这个 只是这样子喔 对 然后再把这个安全锅环挂上去之后 但是很重要一点一定要上锁 锁紧 上锁 垂降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第一 安全锁一定要好好锁上 另外可别忘了 脚要伸直 手要抓紧 还要小心不要撞到头 这样一来就可以好好享受一下 当客户的快感囉 赶你们上场囉 出去的这一步很难耶 怎么出去啊 我怕不出去 手要握住 手要握住 对 好 很紧张耶 你好像有点财助自己耶 我真的很害怕 然后呢 坐下来 坐下来 右手握好 对 手握好 不要再 OK 对 坐下来 脚要伸直 OK 有了 我觉得这一步一步 都是那种便手知足 好难喔 耶 成功 耶 看我了 他记得右手不能放 宝贝真的很厉害耶 那我要下去了 好 好 好注意喔 很好玩耶 好了 加油 好好玩耶 我觉得我好像猴子了 加油快到了 好 我们加油了 头要比这里低 很有趣耶 很有趣喔 好 担担 草莓果然是女中豪杰 挑战玩高难度的极限运动 是不是流了满身大汗呢 没错 这就是健康的味道咯 身体练强壮了 那我就放心让你们到海边 吹吹海风 找找海的气味咯 哇 面对这片辽阔的大海 吹来咸咸的海的味道 真的让人心情好放松 好 我话还没说完 你们怎么就躲进鱼市场里面了 那个名字好特别 叫黄金万粮是什么 黄金万粮就是这个卵丝 然后包这个鱼蛋 这属于日本做的很好吃 而且我觉得那个 长得很像萝卜的是什么 那就是 这是鱿鱼喔 对 都是经过挑选过的 也是可以当生鱼店吃喔 这一片很甜 真的耶 是假的 这一片之后会回甜 那这个草是什么鱼啊 这个喔 这是用南东台湾阿里山的山葵 这最天然的 你看 真的芥末原来是长这样啊 我没有看过耶 有点像是人参或萝卜的样子 对啊 怎么吃 直接这样磨就可以了 好 这样 它不会呛 一般外面它们呛 它比较 就是有芥末的味道 但不会呛耶 怎么样 你自己有吃过吗 好甜喔 这我没吃过 我带一下酱油看它的甜味 怎么样 鱼像在我嘴巴里边跳舞 不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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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尝尝鱼生一片 肉汁真是鲜美 太好吃了 我们两个一起整圈圈 你们也太幸福了吧 这一摊海鲜店可不是开玩笑的哦 不管你想要吃鲑鱼 鲑鱼 鱼鱿鱿鱿鱼 花枝甜虾干贝海胆 只要是你想得到的 这里通通有 现点现切现吃 就像是直接从海里捞上来 一样新鲜耶 这个也太大了吧 好酷喔 我要加沙拉 怎么加 这样子夹 要加辣吗 一点点辣 还有柴鱼窝 这一只也太厉害了吧 我第一次看到 花枝燒 有人像猪血糟一样吃的耶 它很軟Q軟Q的 嘮嘮嘮嘮嘮的感觉 有 我觉得它好 来吃我吧… 怎么了 香蕉嘮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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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来你们不是躲进鱼市场 而是用嘴带大家去搅出 更多海的味道 就算是我刚刚误会你们了 而且我发现 这鱼市场就像海龙宫一样 真的是海味十足 要大花枝 有 要大螃蟹 有 鱼松干活应有尽有 连吃法也不仅一种 老板娘 这是什么 这里面怎么包东西 那个是现装的小卷 小卷 这里面包什么 这是天蓝的大鱼的 小卷 蛋 好特别 来一份 第一次吃这个 好酷 有蛋 有蛋 莫名的这个是蛋 不然我不会这样 可以这样 两种 一点点那个蛋的味道 然后海的味道在嘴巴里面 粥粥的 然后里面软软的 好像有夹心一样 真的 这就是大海的味道 要不要拿另外一个 今天我们用我们的鼻子 发现了许多特别的味道 有甜蜜的味道 还有好喝又好吃的味道 还有借酱的味道 以及大海的味道 总之啊 在我们的生活中中 有很多不一样的味道喔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深呼吸 最发现的生活中特别的气味喔 再见啦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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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